单位工程概算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讲单项工程综合概算的编制了 单项工程综合概算和建设项目总概算 注意用的表格都不是建设单位来制定的 都是统一的 综合概算表是按照规定的统一的表格进行编制 那它包含哪些钱呢 就是建筑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集工具具购置费 都用的就是全部的工程费用 建设项目总概算的编制 它要包括的内容是总投资 那包括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工程建设其他费 利息 预备费 还有经营性项目 铺底流动资金 也是按照主管部门规定的统一表格来编 组成 来看 在最前面的是什么 编制说明 编制说明最后编 装钉成册 在最前面 接下来是总概算表 各单项工程综合概算书 还有其他费用概算表 以及主要建筑安装材料汇总表 这里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 主要建筑安装材料汇总表 它是以单项工程为对象 进行钢筋混凝土水泥的汇总 不是建设项目也不是单位工程 以单项工程为对象汇总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是我们前面讲的投资估算文件编制 那投资估算是先估算建设投资 估算表 利息 流动资金的 还有单项工程总投资的 注意啊 只有在投资估算文件编制的时候 会有分年度总投资估算表 来考虑每年投资多少钱 而我们概算文件编制 就不再有分年度总投资估算了 设计概算文件包括 首先是封面签署页目录 接下来就编制说明总概算表 然后接下来来看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表 依然是按国家地区或部委所规定的 项目标准按统一表格来编制 但是由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包含的费用比较多 比较杂 费用性质都不一样 那各项要分别来考虑 比如说土地征用及拆先补偿费 就按照土地补偿单价数量 那安置补助费的标准来算 接下来单位管理费 以谁为计算技术 用工程费用乘以相应的费率来算 那研究试验费呢 就根据设计需要进行研究试验的项目 也是分别填写名称 每一项分别来算多少钱 然后这个第六条刚刚强调过了 主要建筑安装材料汇总表 是针对每一个单项工程来列出 钢筋、行钢、水泥、木材 主要建筑安装材料的消耗量 来看这道题目是结合19年的考题改的 因为教材有修订 编制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表的时候 下列其他费用当中一般按工程费用乘以费率计算的是 A 征递补偿费 B 拆迁补偿费 C 研究试验费 D 建设单位管理费 谁是这种方式计算的 其实这道题考察的知识点 还是要用到我们第一章所讲的 正确答案选D 建设单位管理费 是用工程费用乘以管理费的费率来算的 再来看18年的单选题 关于设计概算的编制下列计算是正确的事 A 单位工程概算 等于人工费加材料费 加施工机具使用费 加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B 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设备及工具具购制费 C 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 设备及工具具购制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D 总概算 和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加利息 加预备费 哪个对呢 20年就考了是单位工程概算 对不对 包括人才机管理归税 还有考虑把设备及工具具购制费 也归到单位工程概算当中 所以A 缺上 他也没有考虑归费和税金 正确答案是B选项 单项工程综合概算就是工程费用 而C呢 多了工程建设其他费 B选项呢 缺少工程建设其他费 也缺少铺底流动资金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 那我们再来看看教材当中给的 单位工程概算 人才机管利归税 要加设备设备及工具具质 单项工程就是建筑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及工具具购购质 总概算 在单项工程 概算基础之上 工程建设其他预备费 利息 铺底流动资金 再来16年的这道题 下列文件当中包括在建设项目总概算文件中的有 A总概算表 B单项工程综合概算表 也说及 C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概算表 包括 D主要建筑安装材料汇总表 也有 E分年投资计划表 它是投资估算编制的文件 选ABCD 再来列一道 关于建设项目总概算的编制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A项目总概算应按照建设单位规定的统一表格经编制 是吗 是建设单位吗 错了 是主管部门规定的统一表格 B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各组成项目分别列项计算 没问题 C主要建筑安装材料汇总表 只需列出建设项目的钢筋水泥等主要材料各自总消耗量错了 应该是每个单项工程的 D总概算编制说明应装钉与总概算文件最后 编制的时候最后编装钉成侧排在最前面 所以答案选择的是B选项 好了 讲到这儿呢 第二节设计概算的编制就讲解完了 内容也很多 第一个 我们介绍的是 在设计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分为工业建设项目和民用 那两者都要求大家重点把握建筑设计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其实理论是一样的 只不过工业项目多了一个柱网布置 总平面设计影响工程造价的因素 面条分方 那建筑设计当中呢 大家要掌握每一个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讲两个系数 建筑周长系数 还有结构面积系数 两个系数都是越小越好 在建筑面积不变的前提下 层高增加 但造价是增加的 而层数对工程造价的影响不一定 柱网的布置 大家又要分单跨和多跨 单跨 间距不变 跨度越大 设计越精进 多跨呢 总的跨度不变 中跨越多越精进 武器 厂铜 大跨缸 高矿件 能想起来吗 这是我们在第一个指示点 要求大家把握的要点 那设计概算及内容 就知道我们要编制三级概算 当一个建设项目 只有一个单项工程的时候 就编制二级概算 二级无综合 具体要求大家掌握 重点是单位工程 概算编制的方法 一定要区分 单位建筑工程 单位设备及安装工程 方法名称区分好 还要掌握每种方法的适用 概算指标法 类似工程预算法 要求大家掌握计算题目 好了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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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